哈喽大家,欢迎来到UPZO的频道 注意看了啊 蹦,你看,双倍黄金是不是很刺激 那么呢,本期教程呢,就教大家如何卡这个双倍的黄金 好的,首先呢,你在做前置任务赌场侦查的时候呢 假如你发现金库里面不是黄金是现金 大概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就退出来 然后打电话给莱斯特说取消这个赌场的抢劫任务 当然呢,准备费用2万5呢,是不会被退款的 好,这个时候你回到捷奇铺 你会发现这个计划把上的要抢劫的目标呢 从现金变成了黄金是不是很刺激 而且非常开心的是我这次能开困难难度的满天骗局 不过呢,这个现金卡黄金呢,是有概率的 如果你没有成功的话,也没有关系 你走出街机铺呢,重新打电话给莱斯特取消任务 然后再回来重新开任务,再重新侦查一次 好的,我们来到的最终阶段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黄金车的布局 这次我们比较幸运 上车在大丁,两车呢,在门的后面 而且这个门呢,是开着的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开任何一扇门 就可以拿5车的黄金 VC FH这5车黄金 好,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呢,我拿这一车的一块,然后退出 好,接下来我要去第二车 在这里顺便提醒一下大家 两个人呢,最好同步操作 如果一个人拿的钱呢,超过15万 那么另外一个人呢,就卡不成功了 好,我现在在第二车 我们来重复上述的操作 拿一块,然后返回 然后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当你继续拿黄金的时候 你会惊讶的发现,黄金多了好多啊 但假如你的最终阶段呢,不是这种黄金布局 就比如说你有两车在大厅,还有些车呢 需要开门车拿得到 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 你就自杀,从头来过 注意啊,不是快速重新开始啊 是你回到地图上,再回到积极铺 再重新开这个任务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重置布局 就有机会呢,换到这种完美的布局 如果不是的话,没有关系 再自杀,再重新来一次就好了 我是留意到最终阶段的话 大概只有两种布局啊 就比如说我上一次的布局是很狗屎的那一种 然后就自杀 然后换了一次,就换成现在的这种布局 如果我现在自杀的话,那么我下一次的布局呢 还会是上一次的那种很狗屎的布局 如果你说多快的话 你会发现两个人拿了四车呢 大概能拿290多万 那么呢,这个时候还有一分多钟 哇,时间真的是很充裕的,对不对 那么呢,以上的素材呢 是我和我的小伙伴花了四五个小时录下来的啊 不断的自杀从来,自杀从来 不知道进出了赌场多少次 本来想录个完美的全城市况 不过还是挺可惜的 因为最后一次布局呢 第五车呢,需要开门才能拿得到 浪费了一点时间 要不然呢,我们也可以拿到更多钱 那么呢,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 加个订阅 获取最新的GTA线上攻略 那么呢,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